2019年香港小姐的15位候选佳麗 这日首度公开露面 大叶门的杨慧敏和蔡嘉欣 分别都传出不少负面新闻 会不会觉得很大压力 也不会 因为其实我对负面的批评都挺习惯的 因为我之前都一直在做很多网络的工作 可是像这次也不会特别的难过 就是我觉得有批评才有进步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常常做运动 就是我看到这些我只是觉得 就是觉得好好笑哦 就不会放在心里了 但杨慧敏就被只有公主病 还说她很不合群 我承认我小时候是非常喜欢念书 就是会举手叫老师 就是我要多点功课 我要好讨厌 好讨厌 好讨厌 就是我想要多一点测试那些人 因为我很喜欢念书跟学东西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跟同年的女生是有一点分别的 可是我觉得进入了大学以后 我学习了怎么样跟不同的人 因为香港大学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不同背景的人嘛 我学会了怎样跟他们相处啊 就是怎样平衡我念书跟社交平衡的那个平衡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都不觉得她是那个独家村 因为她就是很开朗 很健谈的一个女生 很吵 因为她是我们的开心果其实 对 在做母王可以绑公主病的女生吗 不觉得呀 Thank you 至于被爆身上有纹身的蔡佳欣 又怕不怕会影响形象啊 我觉得都是平常心面对吧 就是 可是我也觉得就大家很可爱 那么关注这个问题 都是留待那个泳装的环节的时候 大家就再留意吧